9月8日後,帶人送紙人的旅行 4月10日後,埃號主要有 Niye 20室 安排策略 北手、廣場盤 4月14日後,盤子紙人 5月13日後,部分位置領先 我們要進入到一至三的正選及舉權定理 你們班漏掉一節課,所以進度比較慢 如果進度比較慢,下禮拜再找一節第九節來殺 好,來 你們看一下 終於要進入一至三的兩個大定理 那這兩個定理呢 會幫助我們在幾何的計算方面 增加了很多方式跟方法去求邊長跟角度 去求出邊長跟角度 與限於三角形 任意的多邊形,我們都可以利用這兩個定理去求出邊長跟角度 那首先要介紹的是正選定理 正選定理 正選定理介紹之前呢,我們要先介紹三角形的面積方式 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那同學,你呼吸一下 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這麼求 對 底層高 大家應該都會 所以換句話說是二分之一的 底層上高 那個層二我就拔起來前面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要求任何三角形的面積 你必須要知道底 比如說這裡是三 然後高呢 假設是二 那你就知道它的面積是三 那但是如果 高沒有給你怎麼辦 高如果沒有給你怎麼辦 高如果沒有給你怎麼辦 那說老師,高這個面積,他給我為什麼呢 通常我就只知道三角形的三個邊 或三個角 那我就看看 我能不能利用前面所學的三角函數 去求出三角形的高 去求出三角形的高 那 要求出任意三角形的面積 我既然要知道它的高 那任意三角形,我先問一下 任意的三角形有哪些種 應該有三種 第一個應該是直角三角形 第二個應該是 內角三角形 那直角三角形呢,我就不講了喔 請問一下什麼叫銳角三角形 三個角都是銳角的三角形 我稱作銳角三角形 所以銳角三角形一定有三個銳角喔 三個銳角 剩下一種是哪一種? 銳角三角形 那什麼叫做銳角三角形? 銳角三角形 這樣叫銳角三角形嗎? 那為什麼它稱作銳角? 對,有一個角大於90度,代表一個角是銳角 那另外兩個呢,有沒有可能是銳角? 一定不會 所以換句話說,銳角三角形是會有一個銳角 那兩斜 兩個銳角 這三角形基本上是三種準備喔 那既然我們想看套看看有沒有一個方式 就是能求出銳一三角形的面積 銳一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換句話說,我待會會分這三個三角形去討論它 我待會會分這三個三角形去討論它 好,所以第一個喔 現在的目的要求 我現在主要的目的是要求三角形的面積 但是在不知道包的情況下 好,那所以我就列出這三種三角形 那首先呢,我先列出的是銳角三角形 好,銳角三角形 好,所以我隨便畫一個銳角三角形 好,這裡是A,這裡是B,這裡是C 好,所以我任意畫一個銳角三角形 你知道三個角都是類角 所以三個角我分別把它給它 A,B,C 好,那它三個邊呢 我分別給它 A,B,C 那麼我就說明 大A所對的這個邊叫做小A 大B所對的這個邊叫做小B 大C這一個角所對的邊我叫做小C 好,所以現在這個銳角三角形的三個角 三個邊你都知道 好,這裡說喔 如果你想要以B當底的話 那高在哪裡 好 你想要看這個面積嗎 這個銳角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如果你以B當底 那高在哪裡 是從B往AC化成線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這條曲線 高在這裡 好,現在是從B往AC化成線喔 落於這個點 這個點我把它叫做H 所以換句話說你的高就是 BH 好,高就是BH 可是BH是多少我不知道 我沒辦法知道啊 所以我沒辦法離成高去2 所以我就想看看說 這個高 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表現出來 那什麼叫做其他的方式呢 我可不可以用我前面所學的三角函數去表現出來 為什麼用前面所學的三角函數 因為我發現左邊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同學你告訴我齁 請問一下SineA是多少 如果角A在這裡 那SineA是多少 C分之BH 所以SineA就是C分之BH 那BH就是高啊 所以我的高用B和角A去表示它之後 我能不能說 就按面積了 可以 所以三角形 A,B,C的面積 就等於 如果你以這邊當底也就是B當底 那高就是BH 抱歉喔 然後加C,C喔 C存過來 C存過來 所以應該是C倍的SineA 所以如果你以B當底 所以如果你以B當底 那高就是C 所以應該是B乘高除以2 所以也就是2分之1倍的B 乘上高 C倍的SineA 所以我就在對角三角形這裡推出一個新的面積公式 叫做1分之1倍的B D層C層SineA 好,那在這裡推 你不能說我的公式就叫這一個 你必須在任何的三角形都必須要成立喔 所以接下來我們說 我們就看好直角三角形跟頓角三角形 好,所以繼續喔 所以直角三角形 好,所以我現在給你一個直角三角形喔 一樣三個角叫大A、大B、大C 那三個邊依然是剛剛的模式喔 大A所對的邊叫做小A 大B所對的邊叫小B 大C所對的邊叫小C 好,請問一下 直角三角形的面積好不好窮 非常非常的好窮喔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這邊當底的話 高就是這個啦 對不對? 所以這裡三角形ABC的面積 就會是多少 比1 1分之1的底乘上高 對,2分之1的C乘上低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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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你發現喔 老師,你不是說你要被打一個新的嗎? 那這個新的怎麼這兩個長不一樣? 但是只差一點點 差難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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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 A 前面都有B乘11 B乘11 前面都有1分之1 那差別就在這個Sine A 所以換句話說 我在這邊呢,不能找出Sine A了 或者是這邊的Sine A 是不是有可能被隱藏起來了 好,我就去想這件事喔 那這邊呢,我就將 後面呢,補上1分 1 那補上1之後 我又要有Sine啊 所以你告訴我喔 Sine的幾度 會是1 90 所以換句話說 我應該可以將這個1換成Sine 所以我就將這個1換成Sine 所以我就將這個1換成Sine Sine 那90度 那90度 不就叫做腳A嗎? 所以 再換一次 所以就等於 2分之1的C 乘上B 再乘上C Sine A 所以我就推著 2分之1的C 2分之1的3角形 它的面積 也是長得是那個樣子 2分之1的C乘B 乘上Sine A 3分之1 4分之1 最後一個喔 我只要把最後一個也推出來 那如果最後一個面積也長得是那個樣子 那我應該就可以拿這個新的公式來使用它 這樣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可以最後一個來 頓角三角形 那你說頓角三角形一定只有一個頓角 那我這樣畫喔 一個頓角三角形 這裡呢 在A B C 一樣的方式喔 三個角分別所對應的邊跟剛剛一樣 然後就直接寫囉 好 好 這個三角形你一樣要去求它的面積請問一下 如果你以C當底的話 那高在哪裡 國勳 高在哪裡 如果以C當底的話 這個頓角三角形的高在哪裡 對喔 你把這邊延長的數據然後這邊垂直下來嘛 所以它的高應該會在這裡 好,高竟然在這裡所以我已經到這邊延長喔 所以這邊是垂直 那一樣喔 若遠的雲是在這裡 對於AC的延長線這個點加H 所以我的CH是高的 好,那是不是跟剛剛第一個模式的一樣 我想把CH 表示成 編長跟角度有關 那想表示成編長跟角度有關 所以我會使用三角函數 那你想使用三角函數最原始的 那當然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在這裡面你找直角三角形在哪裡 有兩個 有兩個喔 一個是小的 一個是大的 那這裡呢 我選擇找小的這一個 我選擇找小的這一個 那我將它捕住 我將它拉出來畫在這個地方 這裡是C 這裡是H 這裡是A 好 所以它題目這邊的編長是B 如果我稱這個角度叫做C 那你告訴我 那CH應該是多少 如果我看不出來沒關係 那我問你那Sin C應該是多少 你會發現 B分之CH很好 所以你會發現 Sin C答就等於 B分之CH 那像剛剛一樣 我把B乘過去 所以我推得 CH 就等於B乘上Sin C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高 你就表示成B乘上Sin C 好 所以高表示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面積可不可以算 可以 所以我三角形 A B C的面積 就等於 B乘高除以二 所以除以二這個除以二 我已經把它寫在前面 B呢 B是誰 B是C 高呢 是B乘上Sin C 所以乘上 1 2 3 C B B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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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跟前面也不一樣 看你也照顧一下 不一樣在哪裡 這個C打 前面都是腳A這邊都是C打 請問一下這個C打能不能直接換腳A C打能不能直接換腳A 換句話說C打在這裡 C打能不能直接換腳A 你認為K的舉手 換一下舉手 換一下舉手 好 放下 你認為不可以的舉手 沒有的舉手 請問一下什麼叫腳A 那我們就回覆一下什麼叫腳A 三角形的那一個腳 某一個頓腳叫做腳A 所以腳A在哪裡 腳A在這裡 所以C打跟這個腳A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怎麼能直接把C打換成腳A 對吧 我們的腳A指的是頓腳三角形的那一個頓腳 一開始畫的那個頓腳三角形 所以C打能不能直接換腳A 當然不行啊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C打還是跟腳A有關啊 那C打跟腳A這個關係是什麼 180度 對 180度跟180度有關 所以換句話說C打就是180度減掉腳A 所以我當然就把這個地方轉換成這個樣子了 好 2分之1 2分之1 C乘上 B乘上 sin 和180度減掉腳A 因為C打就是180度減掉腳A 好 那這邊不就是你所熟悉的公式變化嗎 180度減掉一個小角度 把它當作一個小角 跟我們說 使用公式變化的時候 是把它當作一個小角度 所以180度減掉腳A 請下在第一項線 第二項線 sine在第二項線 需不需要變高 不用 所以這邊待會那個sine是不用變高 所以這邊是第二項線 好了 所以我直接換回去 這應該是1分之1 C乘上 B乘上 sin 哪一點 sin 但是這個sinA是這裡 原因是那個角度變換 所以你最後發現 不管是哪一種三角形 它的面積公式 就是我都可以打出一個新的 叫做1分之1 乘上C乘上B乘上Sine OK 先寫到這裡 可能你要稍微 就要寫上一句喔 因為它是一個 正面電機公式很特別喔 首先要打出一個 好嗎 請對不對 請對不對 你不要理我 我在 我在熟悉你的名字 看為什麼你們把女生比較多啊 我凡是不是女生比較多 沒有 沒有 女生比男生多對不對 沒有 你們知道嗎? 怎麼還知道怎麼有 我們聽多算的事 爛的事 S7 多算的事 好問題 現在還是農民心願 他們就是幸福被拿成包圍 你們就說 哪裡幸福 一個都不幸福很糟 一定會玩很痛 有位子是老師自己排的嗎 還是暫時的 所以是天暫時的 真的是高層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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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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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這樣嗎? 買你的那個咧? 你的學校的職業部咧? 好,謝謝 幹嘛捨不得用啊? 幹嘛捨不得用? 不見了,全部都不見了,你不在公發嗎? 有發,都不有發 沒有發嗎? 那你們是什麼來的? 買一個高一的 高一的浴騰 高一的浴騰 買一本十塊而已 這個也是十塊 那你既然可以買得起哪一本十塊 應該可以再花十塊再買另外一本 好 好啦 十交一定要買一樣的 你十交 可是我都貼上去了 那下次你再把那一張撕下來 又貼到那一本新的 好 這樣你知道沒? 今天可以先叫那一本 好,那這邊在告訴你什麼呢? 我們推導一個新的三角形面積公式 你發現不管在任何一個三角形 它都可以用二分之一 B乘張C乘張 三A來點數 你會發現,我們樹皮有時候在證明的時候 它是非常嚴謹的 就是它不管在任何三角形它都成立 所以我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來說明 任何三角形它都成立 好,那這公式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這樣 意思就是 好 好了沒 好,意思就是 我在認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現在畫一個不知別的三角形 我不知道它是直角、蹲角還是銳角 那三個角分別是大A、大B、大C 那三個邊呢 就是小A、小B、小C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三個公式 它們找的是什麼 先用黃色 B乘C乘A B在哪裡? B在這裡 C在哪裡? C在這裡 A在哪裡? A在這裡 所以換句話說 你在配這個公式的時候 你發現只要是兩個邊夾 那一個角 兩個邊鎖夾在那一個角 取sin值 那我就可以把它的面積公式寫出來 所以它怎麼寫呢? 它就寫成這樣 三角形A、B、C的面積 就等於 1分之1乘上 B乘上 C乘上 sin 那當然 如果你知道的是其他角度跟其他片場 可不可以 應該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說 如果你知道的是 小A 那小B 還有 小C 數一下可不可以 重面積 也是可以 所以透過剛剛的模式 你知不知道 是不是2分之1 A乘B乘上 sin c 所以應該是寫成 2分之1 B乘上 A乘上 sin 是 那如果 你知道的是 小A 小C 還有 B 那你當然也可以 收住面積喔 透過剛剛那的模式 你會發現應該是 2分之1乘上 現在兩個邊,現在兩個邊是藍色的,所以就是小A和小四銀 在層上他們所夾的那個角,那個角叫B,G size 所以他就有這三個面積構子 那基本上是一樣的,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兩個邊加一個角 所以這邊的結論是這樣 現在逆著三角形 任意的三角形只要有兩個邊,且旗指的是這兩個邊的夾角即可收縮面積 即可收縮面積 所以現在你不再需要說,我一定要有低音要那麼高才能收縮面積 不過只要我任意的兩個邊,和這兩個邊所夾的那個角,那我一樣可以把面積撐出來 好,再來齁 好,再來齁 這邊我不猜,應該會在指導時間內齁齁 那接下來我們在這裡,裡面的這個證明,裡面我要小小看一個地方齁 第一個部分是這個,這個E 所以你在這個過程當中你發現齁,這個E 是隱藏的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E顯成Sine的90度 那90度就是可以,有時候這個技巧在某些計算過程是會需要用到的 好,第二個技巧在這裡 來,看這個 這個三角形呢,我給你這個角度給你斜邊 然後呢,我的CH可以表示成,B乘上Sine C 我的CH可以表示成,B乘上Sine C 好,那我請問一下,AH能不能用B跟C打下去表示 應該也是可以,那你告訴我,AH怎麼表示成B跟C呢 應該是B乘上C 好,那如果你還看不出來的話,那我再寫慢一點齁 比如說我寫來這邊齁 因為我的Posine C打就是B分之AH 所以B乘過去,所以換句話說AH就等於B乘上Posine C 所以我的AH分以後,B和C打下去表示 好,這個非常重要 我在旁邊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給你一個指教三角形 我告訴你這個角度叫C打,不知道幾度 可是這邊是4 那這裡呢 你又要去假設位置數嘛 有時候我們可以用4倍的Sine C打去表示這個點子 那下面呢 有幾倍的 幾倍 4倍的Posine C 那你這兩邊寫出來,你可再配其他條件 你就可以借助 題目所要求的東西 那這個我們遇到題目再來說 只是我現在在這邊提醒力 這兩邊可以用C打跟4下去可以 而且跟Sine C打是完全還是MASH的 你看你去算Sine C打 4分子是Sine C打還是Sine C Posine C打4分子這個還是Posine C 所以沒有問題 好,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看一下快速看一下第一題 第一題就是要你從三角形的面接 那三角形那就是任意畫 反正我的面積公式是在任何的三角形都可以 那你就畫一個任意的三角形 好,ABC寫上去 AB線段是10 AC線段是8 然後呢,角A是3分之2 I,全部加3分之2I的紀錄 雲野 scrolling 我把牌當中180度 所以你具餘圓也分應該是多少 120 123 所以這裡應該是120 那我畫的圖是不是很準確 那就是任意的三角形 所以我知道兩邊夾一個角 我應該可以把面積算出來 好,所以直接寫了,三角形ABC的面積 那面積兩個字,我們在之後都不寫了 或是寫這樣子,就代表三角形的面積 好,二分之一 現在取了兩個變,一個叫8,一個叫10 所以應該是乘上8,再乘上10 再乘上5 他們的夾角度,120度 那要去sine,所以是sine,120度 好,去旁邊算,3,120度多少? 二分之更號3,所以這裡是二分之更號3 好,所以最後算完 分母是4,4跟8約會增加2,所以是20分號3 好,那下面的類型,你馬上試試看 下面的類型,你馬上試試看喔 好,有喔 當然,不要用來看看 好,你在這個風格下的ido型 比方我應該是20分的 大小,你不想 viей這個 誰有些尖洞 看起來是1,5個 比方便宜 大小,你不想像是1個 這是4個 就算是3,4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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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珠的面积 好 既然是面积嘛 所以我可不可以使用刚刚的面积公式 可以 因为我不知道到 好 所以直接写了 A珠 我不知道啊 那既然A珠不知道 那我就假正看叫A珠嘛 所以我可以写成 A珠的面积的面积应该是多少 黑豬跟A豬約掉了,這個也約掉了,所以剩下8比6 8比6就是4比3 所以左邊這塊三角形面積比上右邊這塊三角形面積是4比3 好,但是這一題呢,不只要報數你這樣來,看一下黑板喔,待會給你抄 左邊這塊三角形面積比上這塊叫做4比3,那你告訴我 那第一豬比上豬是應該積比型 4比3,為什麼? 因為左邊這塊三角形,跟右邊這塊三角形,如果你以這邊當底的話,那它的高是這個 那這邊的如果你以這邊當底的話,高是這個 所以同高 那既然同高面積比是4比3,那比的比呢? 也是4比3 只有半句話說,這個4比3也等於 B豬比3豬C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結論喔 內角平分線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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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豬是角平分線的話,那麼 A B 比上 A C 會等於 B 租 比上 租 租 租 這邊最後我們會做出一個結論,叫做內角平分線性質 意思就是,A珠如果是角平分線,那麼 AB 比上 AC 會等於 B 租 比上租 C 原因就是透過面積公式 所以舉個例子,如果這條是角平分線,這個是 5 比 2 這一段是 3 請問一下這段是多少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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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是 5 這一段是 2 這一條是角平分線 這邊是 3 那右邊是多少 多少 多少 點頭 5分之6 因為下面也是 5 比 2 所以 3 會分上 5 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剩下一點點時間,我沒辦法講到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裡頭給你當回家作業 你試試看能不能算 然後類題2也是回家作業 基本上我都會講立題,然後類題給你當作業回去寫 所以第二小題上我們還沒講 那你去試試看 看 那個 A 珠線段到底是如何是 好,所以總結今天呢 透過 3 種不同的三角形去推到 一個新的三角形面積同時 好,就是只要知道兩個邊加一個角 那我就可以算出這個三角形的編跡 好,那有 地題1 和地題2 那地題2呢 主要可以導出一個 內角平分線性質 好,就可以導出一個 內角平分線性質 好嗎 好,那這個下午的來考試加油 好,謝謝大家